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儲存副本跟儲存備份的差異 假設我今天開啟這個檔案 我要把它另存成另外一個檔案 但是檔名不一樣 檔案類型也不一樣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可以選擇檔案的 另存新檔的儲存副本 這邊你可以輸入你要的檔案名稱 比如說練習1-2 然後類型這邊 比如說選擇IGS好了 這裡IGS 然後確定 一樣儲存在工作目錄下 確定 那這時候我們的工作目錄呢 這裡就會一個 IGS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是要把它儲存在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檔名是一樣的 類型也是一樣 那這時候我們要選擇 另存新檔的儲存備份 好那假設我儲存在桌面 那這邊 這邊來講的話 檔名還是原來的練習 按確定 好那這時候桌面上 就會多一個練習1 好所以這邊就是 另存新檔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儲存副本 跟儲存備份 然後兩者的差異 那是 我們要去做 還到 我們要去做 既然 既然 那是 既然